把不用的蜡笔像什么渣渣 就能得到一个马卡龙 伙议姐 习惯了把不能吃的东西变成吃的 但今天看着手里的马卡龙 我却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长成啥样就该怎样 这条心里在我这儿已被拘收 今天我就要反其道额行之 让香炫蜡烛变成我喜欢的马卡龙 由于我的精油搬家给我搬丢了 但是问题不大 打入冷宫的香水 也不是不可以 嗯 好香 搞定了马卡龙的外壳 接着来做夹馅 区别于普通蜡烛的做法 内馅的部分是要降低蜡的凝固点 寒冷干燥地区 可以考虑加5%的软汁大豆腊 我这还在刮台风呢 我就不加了 无水一纯能暂时性地 把固态的蜡烛 变成这样半夜态的奶油状 突然就有点死愈了 是怎么肥肆 香鲜蜡烛除了能舒缓神经 进化空气 直到浪漫范围以外 如果在制作的过程中 添加了香毛精油 还能额外解锁 趋纹大力包 毕竟生活不单单只有吃 还有诗和远方呀 态音 态音